你怎么看到这个案子呢 因为其实在指挥中心的说法 就是已经结案了 而且就认定 他根本就还是在上海境外感染 所以在防疫旅馆感染的可能性 为乎其为吗 是真的这个样子吗 可是从很多专家学者的角度来看 其实防疫旅馆 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一个破口 有可能就是群聚感染 但这个部分 等于是踩到指挥中心的地雷 是这样吗 对 我想其实 大家也谈到 我们可以预期在春节 会有大批的反向潮 那事实上防疫旅馆 以及我们的机场 其实他们两个最大的交集 在防疫旅馆 这个可能性是最高 而且病毒系列确实是一样的 这一点陈部长跟张教授 都没办法否认 这个是千真万确 所以他确实是同样的 这个一个病毒株 那他最大的交集在防疫旅馆 假设硬要再往上推 他的交集就是在机场 那这个去年我也就讲过了 其实这么多人返乡 那个机场的防疫 是一定要做好 然后从机场到旅馆 旅馆check in 移入到了他所有的物品 不是只有他的活动中心的管制 因为他的物品 乃至于大家会担心 会不会有空气传播可能 所以我们因应有大批返乡潮 而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病例 最重要的不是叫大家注口 说我已经结案了 或者是甩锅说 这个一定是上海 其实上海那边 你觉得结案这个动作 是不是太草率了 就想让人家觉得想要匆匆结案 就是不要再问了的意思吗 就是同样的 就是这个一贯以来 就是指挥中心 这个指挥官就叫你不要再问了 可是这个不要再问了 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防疫都息听一人 我们都很尊敬指挥官 但是正因为这样 我觉得指挥官的傲慢 会成为我们防疫上面的弱点 我刚刚讲到 你有这么多人要回来 机场还有防疫旅馆 这不就是趁这个机会 好好每一个环节去检视 而且要让所有的县市 是基层他们现在非常忙 没有错 但是大家要一起动起来 中央跟地方要一起去解释 所有的环节 然后我们国门的入口 这个我们的机场 所有的环节这些 应该赶快把它强化 那这不正是上天在帮助台湾 让我们在大批返乡潮之前 再一次的提升我们的防疫 可是结果不是叫他不要问了 那我觉得尤其是张教授 为什么去甩锅给上海 其实上海那边 他们有可能是有把他病毒株上传的 其实都是可以比对的 但是那德国这一位他也没去过上海啊 对不对 那你如果认为是上海 那你意思是说台商从上海带回来 然后在哪里传给德国的人呢 那不是一样是在台湾吗 你去甩这些东西转移焦点 你是白白浪费掉一个保护大家的机会 所以防疫啊用这种话术 那这样的傲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足取的 好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因为春节返乡嘛 会有大批的人潮回来 尤其是大陆台商的部分 那可是问题是 我们在这个防疫旅馆 这个居家检疫的部分 其实因为已经有新的规定出来了 要说什么一人一户嘛 一人一户你家里怎么住嘛 所以你就要只好去挤防疫旅馆嘛 那问题是防疫旅馆你怎么变嘛 现在旅行业者什么各大旅馆都说变不出来嘛 所以这部分署长你怎么看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中央做事情 真的是朝令夕改怎么说呢 那莱猪的事情就说中央统朝 地方不准央不同意见 但是呢遇到烫手山雨 这一次很显然就是你的返乡潮 这个需求远远大过于你的供应 对 都可以看到很多县市 现在赶快说呢 他的防疫旅馆啊 是只给他县市的人住 或者是邮献给他县市的人住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会有 会有一个那个就是滚雪球的效应 因为越是有县市开始这样做 其他县市也紧张起来 大家通通的都画地自线 所以完全没有一个资源的统筹规划 也就是说从那个筹备多少的量 其实从去年我们都开始在讲这件事情 已经一年了 到现在对于入境的人应该在哪里 去安排 这都还没准备好 然后呢就丢给地方 丢给地方以后呢地方很害怕 所以他又那些有可能别人会过来住的县市 赶快划地自线 那结果完全失去一个 我们有一级开设的效果了 你明明你这个反而根据传染病房治法 你已经是一级开设 是要吸听指挥官一人 法律真的是讲要听指挥官的 那结果指挥官就杀手不管 那让每个县市去自摩生路 那所以大家要回来的人 其实跟他们的家人就人心惶惶 那所以这个是不应该的 应该趁现在赶快把这个检疫的资源 还不足的部分 赶快做一个统筹的一个扩充 那然后呢做一个统筹调度 其实这个建立一个资料云 就是你就建立一个中央的一个档案的中心 那大家哪边有人住哪边有空床都很清楚嘛 那本来就是大家一起同舟共济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这种时候 指挥中心这种突然把这个烫手山羽 丢给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熊熊发现自己又变成有权力了 但事实上不是嘛 你就是遇到需要中央统筹的时候 你这样丢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负责任 这个是枉费啦 辜负了国人对于这个指挥中心的期待 好 不过你刚刚提到中央 中央也有跳出来啊 我指的是陆委会 陆委会有跳出来提醒台商 提醒在大陆的台商 我相信在大陆一些台商也在想说 如果大陆有疫苗的话 他们是不是要打 你再考虑嘛 可陆委会提醒了 说那风险自负哦 你要小心哦 好 另外一方面也趁机 就等于奚落了这个 中国大陆的疫苗一番 那当然引起国台办的不满 那么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也就是说 陆委会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 署长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在这个时候这样子 还要挑拨离间吗 不 我觉得我们 台湾正在写历史啊 那我们是跟川普呢 遥相呼应啦 就是说民主堕落可以夺堕落啦 那玩人命是要玩到什么程度啦 那政府可以 可以 我真的不想讲不好听的话 我在读书人 我真是讲不出口 我就说 那不然你给我疫苗嘛 你给我们疫苗你去管你讲别人好不好 你给我啊 对不对 那你政府没有办法给我们的民众 这一些拼一口饭吃 为台湾拼经济 对不对 那我觉得一个轻壮的就业的人口啊 他这么辛苦 其实如果我们 他如果可以不用去外地工作 他也不想去啦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状况 他要这样子旅行 那他要来来去去的有一些风险 其实我们政府就是要保护人家 那我们就说我们很进步 我们医药卫生 我们当然是我们的确基层人员 他们真做很好 但问题这次在疫苗研发 政府真的一开始 并没有给大家足够的支持 所以进度落后 而且你知道吗 政府都笑人家说 谁呀没有做第三期临床试验 可是政府其实一开始 跟我们国内疫苗试验 就是说准备不用第三期临床试验 要改核准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听这些官员讲话 讲得一会儿了不起的样子 结果是怎么样 这事实上他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就是说如果官员 他可以不用负责任 他拿不出东西给你 可是他却又还要去嘲弄你 人民无助的时候 还要被政府嘲弄 所以这是在写一个 非常史无前例的一个民主史 那今天美国的那个暴动 全世界也都觉得很难过 你这美国新冠肺炎史 那么多人已经很悲惨 然后一个在任的总统 去发 产生了去鼓舞局 然后这样的民粹发生这种事情 那都不需要什么恐怖攻击 自己救人可以死于枪击了 那我们台湾呢 那我们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科技 我们的生技 现在疫苗发展到哪里 你疫苗 你自己的疫苗没有拿出来 那你去操弄 我们的这些需要旅行的 曝露于国际风险的人 去炒弄他 我相信他们的心情会是很难过 他缴税给政府 那政府不是提供给他保护 而是提供给他炒弄 我觉得这不论你炒弄的是谁 你真正那个 是伤害到的是我们的国人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会更强大